激烈的英招賽事 現在已經打到差不多30場了 但是曼城因為他有很多一項賽事 改期了 變成只是打了27場 就比車友士打少了3場 形成了他們只是落後車友士6分 正如摩尼奴話說 若然由現在開始起 一路打到五月 完了季 所有賽事 曼城他們不輸的話 車友士或任何一隊英招球隊 都沒有機會厭止今屆的冠軍 就搶走了曼城去年冠軍 曼城其實他們有足夠的實力 板凳實力去取冠軍 因為他們人才仔仔 這個教練 Bellagrini 也不是太差的教練 他比文仙好 變成他們坐在司機位置 只要他們由現在起 不要太過演出差的話 就算他們輸一場 贏了所有一場都不怕 因為得失球 他們是遠勝其他幾支英超的球隊 當然在這個數字上 尤其是 Celsea 利物浦 阿仙奴 這三隊 都是有機會的 只要曼城有失 或者有差池的話 但是愛華頓 熱刺 曼聯 這些球隊 我覺得 機會只有兩個 渺望 沒有機會 渺望